真正喜欢的人是谁?烈火如歌如歌和郁字涵原房了吗?下面一起来看看,烈火如歌如歌第一次给了谁?烈火如歌中,如歌第一次应该是跟尹雪,因为如歌最后发现,自己真心所爱的人是尹雪,电视剧烈火如歌中,如歌第一次给了谁? 很多网友都特别感兴趣,相信看过小说的朋友们都知道,有一幕是郁字涵和如歌原房了,烈火如歌剧中暗夜罗是暗和公公主,暗夜明的弟弟,极度痴情又冷酷无情,对爱有一种残忍的执着,也正是因为他战风和如歌才会被调包的,而郁字涵和如歌的原房也只是作戏而已,只是表面上的缠绵,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,只是做样子给暗夜罗看看,烈火如歌如歌和郁字涵原房了吗? 烈火如歌中,如歌和郁字涵没有原房,郁字涵是喜欢如歌,但是他也是一名正人君子,绝不做成人之威的事情,除非是如歌心甘情愿,不然郁字涵是不会随便碰如歌的,如歌一开始是喜欢战风的,但是因为种种原因,最终两人分手了,如歌后来不自觉的爱上了一直守护他的尹雪,但郁字涵也是处处的帮助他,似乎也是对他有感情的,至于